我们白姐喝多了 捐捐不回家 我们一猜就知道 白色在展望是这里 你说赵爵这次为什么会 突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挑衅呗 不仅仅是挑衅 什么意思 不过这次案子 我倒是得到了一些提示 游戏和玩具 没错 不过 这个尘封了十年的旧案 就是游戏 过去到现在 在案件中出现的人 就是赵爵的玩具 案件中的被害者 知情者和凶手全部都是 凶手怎么可能 在他掌控之中 可是孔丽萍的案子 除了赵爵 没有人能够办法 在这儿 孔丽萍的死法 完完全全就是出自魔法凶手 只是杀死他的偏偏是他 赵爵给了他错误引导 可能是孔丽萍在杀死自己的时候 把自己变成了魔法凶手 但是不应该 赵爵在研究所待了二十多年 按理说 他应该什么都不知道 只有一种可能性 赵爵认识真正的魔法凶手 现在 按照我们手里所掌握的资料 这个案中案 凶手 至少有两个 现在魔法凶手是一个断路 孔丽萍的案子是另外一个断路 而张珍珍的死 抛开魔法阵图 更像是一个单纯的灭口 现在知道内情的人 就只有沈丽萍 如果他没事的话 那就证明 当年的案子就是他 或者是他身边亲近的人做的 没错 现在我们剩下两条线 第一是魏勇 第二是孙剑 魏勇要杀李絮 难道也是赵爵之时的 这么缺乏美感的事情 不像是赵爵的风格 而且 他也从来没有害死过小孩子 怎么没有 他朝我姐的头开了一枪啊 我姐当年她就是小孩子 当年你姐为什么没跑 关键是赵爵当年也没跑 为什么呢 他不仅没跑 还打电话叫了人 然后自己跑到档案室 烧掉了一些档案的资料 所以他就被捕了 真不知道当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几个老头子 每次提到这件事就神神秘秘的 我看你 想什么呢 没什么 我是在想 符合魔法凶手条件的人不多 或许我们可以用一些 笨语的办法 把名单列出来 逐一排查 再不可能的人也是凶手 那也得有个范围吧 我们按照什么开始排查 十年内有变故的 比如出国 比如并国 能接触到魔法阵徒的专业人士 年龄在三十五岁到五十岁之间 难兴 单身 而且 最重要的一点是 他要认识赵爵 开门 快走 我姐 开门 我说走 快点 开门 醉成这样了 快走 进来吧 这 搞什么呀这是 你说 你说吧 你们 大钉说 艾萨在展望市这里 他为什么合成这样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